霹雳5将纳入今年的杭州亚运项目 明年将首次前进到奥运殿堂 目前在国内有8名选手在国训单位积极的备战 今天有3名国手现身国内举办的1对1竞赛 尤其是目前国内积分最高 世界排名前30场的孙正更是亮点之一 在赛前他也分享 现在每个月都有一到两场的积分赛 让他的压力有点大 但是现阶段的目标 就是要先争取亚运的先发资格 头转大风车大招一个接着一个 血脉膨胀的地板动作不断挑战超高难度 Breaking最街头的battle文化 将纳入今年唐州亚运项目 明年也将首次前进到奥运殿堂 而这回国内举办的1对1霹雳5对决竞赛 有多名国手级选手都有进入决赛 也让精彩度再升级 是奥运的绝选年 所以其实赛程是非常的繁琐 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一到两场的 不论是奥运积分赛 或者是国内的这种选拔赛 所以等于说我们要一直让我们的身体 处在一个ready的状态 希望可以再一次争夺到 这个亚运的先发资格 表现最备受关注的就是他 孙震年纪轻轻24岁 但国际赛经历相当惊人 目前世界排名位居前30强 也是我国目前积分最高选手 国际上的选手影响蛮多的 就是给了我很多观念 或者是就是他让我会有 更多新的能量产生 不要带着任何遗憾 然后不要带着太多有的没有的心情 我就是来这边跳舞 然后享受当下 跟对手来一个真正的交流 另外陈玉宁张威荣 也都是目前国训中心排名前四的国手 透过竞赛吸取经验 调整状态 再挑战各国好手 简台北众头报道